没以无下陷,至少产生三个恶果,中国人都要小心了,最近几年的人类历史充分证明,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是没有下陷的,然而再怎么想象的,搞广泛的国家恐怖主义这事,还是再次突破了想象力下陷,真的是没有最低下陷,只有更低下陷,把炸药植入到寻呼机、对讲机当中,这种是正常国家能干得出来吗? 如果用国际上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,这就是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,大家可以对照恐怖主义的概念看一下,站在一个中立的视角,这次以色列利用电子通讯产品,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,是突破了人类的下陷,我们用现代文明的标准已经不太可能把这种方式,划入到合乎当前国际广泛道德标准的范畴,其实这相当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, 在我看来它至少产生三个严重恶果,第一个恶果是国家恐怖主义底线被突破,这种做法其实是天下大乱的节奏,因为在正常的国际社会生态下,很难会产生这样的处理问题的方式,作为国家,它是一个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政体, 有些事是不能做的,因为国家的政权本身的存在,就是依靠民众让渡一部分权利后的价值和利益共识,从而形成国家这样的体制,也正是基于此,国家必须代表公平正义,只有这样国家政权才有存在正当性, 然而这次以色列使用了国家机器,对黎巴嫩平民进行了恐怖袭击,这就突破了人类道德底线,当然对以色列来说,突破这种底线并不令人意外,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美国,美国作为曾经的全球领导者,竟然配合以色列完成了这件事,简直令人发指,可能有人说了,你怎么知道这事是美国配合的,这次袭击所用的寻呼机,是由我国台湾省企业制造,对讲机是由日本企业制造,如果没有美国配合,日本与中国台湾省反动当局,怎么可能配合以色列干这种事, 既然利用国家机器进行恐怖主义,成为以色列的选项,那么他的对手为什么不可以呢?更为重要的是,当大家看到这种案例后,在极限情况下,他们可能都可能采取过激的选择,这正是当今世界不稳定因素的内涵,试问,未来如果有一天形势反过来,当相关国家对以色列采取这样的措施时,谁还能说出来什么呢? 或者说谁还会为以色列站出来,第二个恶果是全球产业链,供应链将遭受重创,美西方在电子产业将不被信任,我们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世界性的分工就开始加速推进,虽然有冷战,但美国在推美国的体系,苏联在推苏联的体系,各自在搞各自的半球化, 苏联解体后,全球化分工的进程加速,全球产业链,供应链越来越细化,然而这一次以色列直接把袭击所用的电子产品,进行了跨国制造,寻呼即由我国台湾省企业生产,对讲即由日本企业生产,试问如果跨国企业可以被用于生产袭击的爆炸装置, 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,全球产业链,供应链还如何被信任,这其中尤其是对美西方的电子产品的信任,将是严重打击,大家都会认为,美国集盟友生产的电子设备,可能存在不安全,当然这事之后,大家对中国品牌,中国制造的信任度会提升,因为中国从国家到企业,都不太可能受美国集盟友操控, 这当然也意味着更加安全,这样的认知,不是短期的,而是长期的,是会不断渗透,第三个恶果是地区冲突必然加剧,相比两国军队打仗,一国使用国家机器,对另一国的平民进行了恐袭,这就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,也必然会带来对手更加不择手段的报复,但跟这种不择手段的斗争模式不断蔓延,地区的冲突必然走向加剧, 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,美两国把这种手段用于国家之间的斗争,这是突破我们过去认知的,我们都知道美国把中国视为第一战略对手,中美之间随时可能因为矛盾不可调和,而爆发意外事件,尤其是当中国统一台湾之时,美国很可能会和盟友介入台海, 中美之间一旦爆发这样的对抗,那日本、中国台湾制造的电子产品,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事情,或者美国品牌的电子产品,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,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,相比黎巴嫩,中国的电子产品使用可太广泛了, 这也不得不让我们对一些品牌或厂家产生警惕,当然相信相关品牌或厂家,并不敢轻易针对中国市场,因为中国的产业链太丰富和成熟了,它真的有什么猫腻,中国有千千万万的拆机专家,可以把他们拆个底调,要说与美国斗争,俄罗斯在某些方面,的确有非常独到之处,完全可以当中国的老师,历史上苏联曾是中国的老师, 那主要是经验,现在,俄罗斯也可以当中国老师,但主要是教训,然而这一次俄罗斯可以用经验当中国的老师,譬如这次以色列使用巡护机,对蒋机袭击这件事,俄罗斯的应对就更加的毒皮蹊径和有效,黎巴嫩巡护机袭击发生后,美国赶紧撇清关系,这是美国没有参与,提前不知情,结果很快现实就打脸了, 一方面我们都应该明白,既然巡护机由我国台湾省生产,对蒋机由日本生产,凭以色列怎么可能完成,这必然需要美国通过国家影响力参与才能协调好,试问,美国能用一句与我无关就能逃脱嫌疑吗? 另一方面最新披露的消息表明,美国在黎巴嫩的医院,提前十天更换了巡护机,从而躲过一劫,美国如果没有情报,又是如何提前规避的袭击,所以美国难逃干系。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,他不会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平民做出评论,这就是美国,面对这种情况,在国际社会大舆论战可谓是最好的时机,俄罗斯在这方面做的就比我们更有经验。 俄罗斯媒体从两个角度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,可谓是独辟蹊径,让人佩服,第一个角度是伊朗前总统莱西,在坠机前使用巡护机,俄罗斯媒体提供了莱西公开参加活动的照片,巡护机就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,这个报道不得不让人联想,伊朗总统莱西数月前坠机身亡真的是意外吗? 是不是和以色列可以控制爆炸的巡护机有关?再隐身一点,既然以色列可以控制巡护机爆炸,那么莱西乘坐的直升机是美国生产的,美国或以色列是不是会在零部件中植入炸弹,从而在某个时刻引爆导致莱西坠机,这些联想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,大家可以细评,第二个角度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,在19日指责美国富豪马斯克, 远程锁住了一辆特斯拉赛博越野旅行车,卡德罗夫声称这辆车,是他上个月从马斯克那里收到的,卡德罗夫说马斯克正做可不好,他真挚地送出昂贵的礼物,然后远程关掉,卡斯特罗意思是说,马斯克送他一辆车,然后又远程把车给锁上了,卡德罗夫之所以曝光这件事, 其实就是在向各方释放信号,而且通过这件事,卡德罗夫想释放美国能够远程遥控,巡呼机,对讲机这样的电子设备发生爆炸,已经连接了互联网的智能汽车,当然可以远程关掉,卡德罗夫在这里是在暗示美国的电子产品不安全, 这个角度当然就显得非常吸引眼球,其实这就是认知战,大家看看,上述两件事是不是视角精妙,是不是可以让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民众,对美国产生更加深深的怀疑,是不是可以沉重打击美国的国家信友, 很显然游牧民族文化,更懂游牧民族文化,美西方的文明源于游牧文明,俄罗斯的文明也是游牧文明,所以俄罗斯知道怎么更好对付美国,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